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的相遇注定不会频繁 它意味着中国第二大淡水湖 将与中国第一长河共同呼吸 风水器 动听湖吸那长江过剩的水量 成为一片面积超过两千六百平方公里的水域 枯水器 它又向长江送出它的收藏 这么一来 不论上游的长江是丰满还是寿缺 动听湖都默默调节着它 努力保持它恰如其分的模样